嗨 您好 天机卫视阿金宝贝站报名电话 您好 我想求助一下你们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呢 我男朋友现在要跟我分开了 说了这个做的不好 那个做的不好 可是之前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什么都愿意信我的 我说什么他都愿意信 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呢 你买他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打电话去跟他沟通一下 好的 1346686 好嘞 那先这样 我们先跟他沟通了之后 我们再跟您联系 喂 您好 请问是徐先生吗 您好 我是 您好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是天津卫视爱情保卫站 你女朋友打电话 说是您要跟他分手 他这边想就是说 邀请您来参加节目 跟他协调一下 沟通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 我不知道他参加什么这个节目 但是他那边特意希望您能够过来 喂 您好 徐先生是吗 哎呀 你们都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绝对不跟他再和好的 我现在对他真的不够任何期望 真的 喂 您好 徐先生是吗 接下来就要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嘉宾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琪26岁 来自山西 是一名销售女嘉宾 超超22岁 同样来自山西 是一名兼职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我先核实个事 我这资料卡上写的 您的职业是兼职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平时没事就是尴尬促销 因为我这个人性格 就是不喜欢那种 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想自由一点 不定期的销售 是吧 对 你们来之前我跟大家介绍 我说这是一起 这个整牙引发的宣案 你同意吗 算是吧 算是吧 但是我不太理解 他因为四万块钱 就要跟我分手 他那会儿就是刚刚毕业 我们本来打算 已经有一点小继续去结婚了 然后他非要结婚前 说是他牙不整齐 非要去整牙 他闺蜜就说 上海有一家整牙公司 特别好 而且可贵呢 要四万块钱 你说现在谁整个牙四万块钱 乱花钱吗 这个人 我怎么算乱花钱了 一辈子结婚 就这么一次 我当然希望自己 飘飘让他嫁给你 我不觉得我有错 而且这四万块钱 的整牙费下来 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特别的满意 听明白了 你看还是被整牙这点事 都准备结婚了是吧 对呀 都攒了那钱 准备好结婚了 然后他突然 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他和他闺蜜去上海玩去 结果他是偷偷去上海整牙去了 而且是刷着我的信用卡 本来我们就要结婚了 现在连我们婚都结不成了 为啥 就是我父母这边 就是特别不愿意他 那这四万块钱没有了 咱完了可以把这个钱补上 不就完了吗 谁补啊 我们俩共同可以一起工作 把这个钱补上呀 你的牙干嘛呀 人家跟你一起补 那他说我好 他说我男朋友 他又有这个义务呀 男朋友就有义务啊 那我俩不快结婚了吗 不是还没结呢吗 那他跟我好这么三年 我的青春都落在他身上了呀 你的青春就值一口牙呀姑娘 那也就四万块钱呀 关键事 那也没多少钱我觉得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两千多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挣四万 你得挣多少个月 你给我算算 没事可以让他就是多达几分兼职吗 他多达几分兼职吗 我那会儿本来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 他那会儿就是刚刚从学校出来 也没什么好工作 我那会儿工作是一份会计工作 当时下个月就要去转正了 然后他非要说是把我会计工作的词 要让我去跟他去端盘 你说这合适吗 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 当时你不愿意辞职 不就是因为你和你当位那个姑娘 每天七七歪歪的 每天早上给你送早餐啊 中午你俩还去吃外卖 什么意思呀你俩是 你也知道我干的是会计工作 女同事本来就多 你让不让我有自己的朋友圈呀 他给我做 他还给别人送早饭呢 你是有对象的人 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听明白了 原来不是让他端盘子去 是觉得你的工作环境不太放心 行 过去的时候就翻篇吧 总之从这一点看 你还是挺在乎这小子的 对不对 因为我俩好是三年的时间里 我男朋友对我百依百顺了 看出来了 我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但是现在变得 我觉得局面我无法控制了 你知道他后来又干什么了吗 刚刚我去端盘子 陪他没一个月 你不着急 他又听别人说 干威商 干威商 他一下又投好几万块钱 他也不去考察考察市场 一股脑投进去 还不是从一手那去进的货 然后转好几手了 然后全是我们兜着了 那我也不愿意把这个钱赔进去 那说这个钱赔了又赔了 也就当做社会经验了 那你赔了多少钱 小四万块钱 你说那四万不赔 你去整压多好 后来呢 你还带他去哪里闯荡物 让他向东他就向东 带他去珠海了 干嘛呀 因为当时就是说是我朋友 就跟我说是珠海那边 因为是沿海城市 对年轻人的历练特别的大 然后他也在那没待几年 然后给他父母买的车买的房 然后我当时就挺心动的 因为我家里三个孩子 我是最小的 然后我哥我姐他们都特别的有能力 我就希望我自己不比他们差 我就想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证明一下自己 我也想孝顺父母 但是我又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 所以我那会就又拉着他去了 你去了 我那会已经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了 我最后就因为担心他 一个人去南方被欺负怎么样的 一咬牙又把那个工作给提了 就跟他去珠海了 对呀 他那找的什么工作 去了一看 是在那电视场一般的工作 特别累 我还有一些什么好工作呢 他就是非要证明自己 那你说任何一个好的工作 不可能说你今天去应聘岗位了 他明天就有好的发展空间 都需要我们去坚持一下的 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我从珠海 非要拽回来的话 我觉得咱俩今天不是这种局面 什么叫拽回来 那会连咱房租都交不起来 消费那么高 什么叫拽回来 根本是没办法才回来的 对呀 我回来我没地方住 我只能住一家 可是我在你家受了什么气 你不知道吗 不不不不 什么叫你回来没地方住 只能住他家 因为我当时 我去珠海这天我就发货事的 我说我要是赚不回钱 我肯定不回这个家 所以我当时回来的话 我又没钱 我不可能出去住宾馆 不可能出去租房 当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就只能去他们家 结果他们妈每天给我 我说一下 我觉得特别的气愤 你自己不知道 你买给我做什么事吗 我还是气愤的 你住我家就住我家吧 你看我白天上班 你在家一头都闷到我房间里 就是去上网 连房间都不收拾一下 我妈妈中午怕你饿着 做好那么多菜叫你吃饭 你了你却去点外卖 你说合适吗 我没手没脚 我让你妈给我做饭了吗 看你怎么说话呢 而且你妈那么大年龄了 我凭什么要跟她 有共同的话语 我就是为了避免饭 出事要的尴尬 所以我才想着去叫外卖的 你妈就是因为 你前两份工作 就是因为我把你害得没了 所以你妈对我耿耿于 还处处针对我 那我最后不就因为 不想受这个气 我没办法回到我自己家住了 你还想怎么样呀 你回你自己家 回你自己家 为什么非要拉伤我呀 我也有我自己家呀 是不是 那你知道我在你家待不下去啊 咱俩想要在一起的话 肯定就得回我家住 你要现在说这么样的话 是不是我爸我妈对你不好呢 你爸你妈对我是好 但你也不能在背后使坏呀 我正上班着呢 然后我妈就突然来电话了 说昨天给我打了三十多个电话 你为啥没接呀 我说妈冤枉 我昨天没接到您电话呀 后来我妈拿通话记录来看我 确实打了三十多个电话 你也知道 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 从昨天晚上到第二天上午 那么长时间 如果我妈有个什么事 然后打电话 我爸又不在身边 他肯定给我打电话呀 你就是维护你妈了 你妈按的是什么心呀 你跟我一在一起 你妈就为什么 不要打那么多电话了 不就是想跟你说些那破事吗 不要跟他在一起 赶紧跟他分手 你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那就挂了 你妈跟你的联系了是吧 对 而且还把通话记录删了 我这不就是害怕 你说他毕竟是他亲妈 你说他每天给他打个电话 也许说一次两次 他觉得不为所动 万一你说十天八天的 我真的怕他把我抛弃了 好好好 我真是爱你 我真是在乎你的表现 不是道歉了吗 那是道歉去吗 那天本来说的 好好地去道歉 然后都到楼下了 你非要让我打电话 问问上面什么情况 我妈电话里口气 稍微有一点不好 然后你就冲上去破口打骂 这让我最让我欺负了 真的我现在想一想 我觉得特别的委屈 就是因为当时 他给他妈打了个电话 他们就在电话里说是 哎呀 那个家里扣装了 快别让外人进来了 我当时想 咱俩好了三年了 我为什么是外人呢 然后我当时 确实我这个脾气不太好 然后我当时 我感觉我也失去理智了 我直接冲上他家门 我就是想看到底是你家 没收拾干净 不能让我这个外人进的 反正就是因为你妈讨厌我 才不让我进去 结果我进去一看 他家的地板比脸都干净 你妈什么意思呀 他妈讨厌你呗 所以我 我妈身体本来就特别不好 她一上去 然后就大吵大闹 那会我妈都坐在沙发上 脸色都变了 你说我妈去救我一个孩子 结婚以后 还特别想跟我一块住 我想不通 为什么咱俩谈恋 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 结婚也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跟你父母 在一块住呢 现在年轻人 谁还跟父母在一起住了 都不影响两个人的思想空间呢 在一起住是住在哪啊 他父母给他主任了一套空房呀 多大呀 150平均的 我父母本来身体就特别不好 结婚以后住一起肯定特别方便 听明白了 这姑娘在这家里没少折腾 我问你 怎么突然想清楚这要逃跑了 她天天在门口堵着我特别烦 我到这儿就是为了说 她以后不要烦我了 你想分手对不对 对 咱俩好了三年了 在这之前的时候 不是 我想问你 我要不分手 你肯定不会给我分手的 你今天什么意思呀你 你看看这三年时间里 我为你改变了多少 你也知道我在家 以前是个独生子呀 别说你啥意思 你是分手的还是不分手 告诉你姑娘 没戏了咱俩 真的以后没戏了 咱俩好了三年才说这样的话 那早干嘛去了 凭啥呢 这么长时间积压出来的 不行 啊 没戏 怎么才能分呢 不行就得结婚 为啥啊 因为我爱她 我离不开她 你离得开她吗 能 终于有点男人样了啊 姑娘 你就放手吧 我都不忍心说你说出来了啊 那挺好的 姑娘你就放手吧 老师们你们说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卷 你看你嘴 你到底整没整牙啊 老师你这是嫌 我长得丑吗 不是 不是 我这个二四万块钱 肯定有人家的技术 我这个是隐形的 我觉得 我觉得你长得啊 还不错 但是你知道哪丑吗 哎 你面前这个男孩 为你真是一心一意 一路跟着你 辞去了几次好的工作 甚至于自己的父母 那么大岁数 给你做饭 您都不知道感恩 那么好的父母 哪去找 你居然还耍心机 人母 你打电话 您还不接 然后还给删了通话记录 我就想时时刻和他在一起 我没有感情感 你何等的丑陋 你说对了 他父母是 不带着你 你这么做 谁带着你啊 咱那钱整牙没用 那都是外在的 关键是 好好整整自己的心吧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人 爱不爱这个人 爱 你爱他 你就要做出行动了 你爱他 你就要爱他的父母啊 至少的尊敬啊 你在他们家闹得天翻地覆 道个歉 你过去就大吵大闹 你觉得你是谁啊 孩子 别着急挽回这段爱情 先学怎么做人 就真心知道怎么去爱对方 才能换回对方的爱 我只想告诉你 家长不同意 或不赞美的婚姻 到最后结果不一定特别好 假如说 今天他父母 看了今天你们的这个录像 你说他的父母 怎么会同意让你们俩结婚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我是想挽回这段爱情的 如果你想挽回这段爱情 但是你却是用着破坏你的爱情那种方法 如果你是希望你们俩分开 那恭喜你你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你刚才这种状况 你把他的这种形象完全摧毁 自信心摧毁 作为男人的形象也都摧毁 哪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孩子生下来变成这个样子 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 作为你的父母可能从小对于你的娇生惯养 他们其实也不希望你能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是说你们两个人真的 今天啊就别再继续了 三年了 有感情了 有 怎么没看出来呢 三年在一起朝夕相处 人 是有感情的 既然有感情 就万万不可能会像你那样说话 哪怕是说 鼻头也要酸一酸 眼泪也要掉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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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我不再往生理说了 我就拿你们俩那点小栗子来举 什么叫独立 女生没有结婚的时候 男生给你花一分钱 你应该想方设法的 把那一分钱用其他的方式还回去 那叫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 理解吗 现在的女生动不动一张口 你是我男朋友 你该给我买 为什么该给你买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 请问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交往的时候 就是不停要给钱才能代表这个男生是多么爱这个女生吗 什么是尊严 一个女人已经尊严扫地了一个男人的家里面不认可她 一个男人自己不认可她 害怕的要死都要走 这女生说不行 你非得跟我在一起 你还有尊严吗 姑娘 做错事不怕 再来过吗 但是如果你尊严都没有了 你再纠缠下去 人生真的灰暗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咱俩我三年了 我的三年里 你对我百里百岁的 我知道你对我特别的好 我不想让你离开 我的三年里 咱俩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咱俩最长的分开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我没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这段时间你知道吗 两个月老公 每天睡个好觉 我吃个下饭 那你怎么能保证以后 还不像以前那样发脾气 我把你离开 我把我离开你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记忆下去 我真的不想让你离开我 我再考虑考虑吧 你别这样行吗 我觉得你也不开始 来 请考虑 姑娘来来来来 男生 你要记住 黄金六十秒 六十秒 还有之前的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让他给你母亲道歉 他到现在都没有 足以证明 他到目前维持 还没有改正的决心 刚才对你的 所谓的 可怜向也好 祈求也好 全都是权宜之计 你居然还问 你怎么保证 保证什么呀 刚才我说他没说 你是吧 你母亲为了你 做了多少的妥协 你这做儿子 你有用没用呢 我就是刚才 没教训你 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有尊严吗 你有自尊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所以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 看到这样一种形态的恋情 来请关门 所有的外人都为此义愤填膺 但是命运好像就像一张网 总是网住那些不能忍受的人 他们被牢牢地盯在那个原点 不能动态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啊 我不谢谢你 我那会儿真的是 刚才看见她 她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一个女人 刚才我看见她 真的是哭得特别 其实 真的在这档感情里 我男朋友给我付出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真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吗 谢谢老师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今天要不然女生来个求婚吧 反正在你们俩的这个恋爱生活里 一直都是你扮演男人吧 对不对 把戒指给人家女生 等一下 别着急 女生 要不然你求婚之前 先给人妈妈道个歉吧 以后就是你妈了 对吧 道个歉 道个歉 道不道 道 说 好好说 阿姨 我以前太不懂事了 我真的觉得现在特对不起你 让你受了那么多气 你现在那么大年龄了 然后你身体也不好 我就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好好地弥补 我会带你像带我母亲一样的孝顺你 剩下时间留给你们俩自己了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老公 我觉得这三年 也真的咱俩一路走过来特别的不容易 然后我就希望咱俩和以前一样 或者是我能改变的更多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除了脾气不好以外 然后没事发发脾气 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的爱你 我现在这样保证 以后我也会帮着你一起去做家务 一起孝顺父母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些 那就太好了 你让他跪下呗 男生求婚不都跪吗 我想起了一首歌 张爱佳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看着他们没有什么道理 你们自己平衡就好了 我最后就问男生一句 当你的女朋友跪地跟你求婚的时候 你的感受好吗 特别感动 有点翻身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他命里就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因此他这么管你 我看你也就认了 祝你们幸福 还有礼物送给你们呢 成功和好的情侣 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 幸福游的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来吧 开始 停 恭喜你们获得了2500元的旅游基金 给谁用啊 母亲 给他妈 这也差不多 记住今天的誓言 记住了 祝福你们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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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